军人作为一类特殊的职业,更加求奉献精神,服从意识,保家卫国是军人使命所在,终于祖国是军人最基本的操守和底线,军人最不耻的就是举手投降,投敌叛国。 人民不会原谅卖主求融的奸细,国家也不会放过出卖信仰的败类,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,就是有些人不在乎身败名裂,叛生怕死,意志不强,抵挡不住诱惑,出卖了灵魂,背叛国家,丝毫不顾及家人死活。 今天的主角就是在美苏冷战时期,一名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飞行员。 上世纪后半夜,美苏两国代表位约华元两大集团开始冷战对峙,都想预压对方成为世界第一。 双方的较量从军事、经济、科技一直蔓延到意识形态领域,为了瓦解对方。 两者可谓事务所不用积极,什么因果损造都是出来了。 拿美国来说,当时美国出台一项政策,如果有苏联飞行员驾驶救世战机,当美国或者美国的盲国将获得美国国籍,以及至少一百万美元的奖励,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美元。 当时的苏联军是强大,经济真行不行,军人待遇始终提不上去,再加上本来就处于北方,生活环境也比较恶劣,于是这巨大的诱惑,使得很多飞行员没保持住。 整个冷战期间,大概有一百名苏联飞行员汉逃到美国。 亚历山大祖耶夫就是其中一个,亚历山大祖耶夫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,在航校期间,一直都是出类拔萃,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 在部队服役期间,他接触到的都是苏联同时期最先进的战机,像米格23,米格-29,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苏联第一批米格29飞行员,表现优异再加上一表人才。 他得到了是参谋长女儿的垂青,成为参谋长的女婿,之旅生涯可谓是一帆风顺平步轻云。 后因部队需要,祖耶夫被调到格鲁吉亚地区住房,那里位于苏联边境,条件艰苦,无资匮乏,祖耶夫心里很不平衡,已经想要离开这里。 后来他参加特种飞行员的选拔,结果却因为心理素质差而被淘汰。 接连的打击让他萌生了甲鸡叛逃的念想。 1989年5月19日,他用安眠药把战友民运,后驾驶一架战备状态,满油满坛的米格29飞到土耳其。 一下飞机就说道,我有逆格29的绝密资料,我要和美国人谈判,最终他如愿以偿获得了美国国籍和100万美元的现金,事情并没有结束,好景不长。 2001年他在驾驶一架民用飞机,是不是坠毁日呢? 美国方面声称是意外,而后来人多猜测是俄罗斯特空座位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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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